你说这个是金纱吗 不是吧 那抽上来的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那个把它留着 好像是有金光闪闪的 是啊 河里面有的 那些都不睡的 这个是抽水抽上来的 是啊 这些 是不是发光了 这是什么金属吧 金属的模式是黄色的 透明的 然后它会发光的 这个是那个沙子过滤出来的 是啊 之前就是觉得脏 是不是金啊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河沙 水井上面的沙子含有金的含量 你看这个小小块的 是不是 这是铁吧 不是铁 这个 这个是黑色的呀 你放这里它就不黑了呀 你看洞下的 这是不是反光了 那是什么东西吧 不知道 这个发金了 这个把它关起来 那这一块很大块的 我放在这个纸巾上面 看就看得出来了 哦对 是不是 嗯 我不知道 难怪 我不信你运气这么好啊 多个房子 水井里面抽出来金子 我不相信 我不要拆出去 我不要拆出去 等下人就往那里抠我就紧走了 这个是你洗衣机清出来的吗 是啊 是不是那些金属类的东西 车里面的怎么金属类 我也不懂 反正它就 它不会发光 我只懂它发光而已 我又不懂它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有点像金 金箔 就是那种 是啥 它是黄色的 如果它是白色发光 我还不 我还 我还觉得没事 但是它是黄色的 刚才那一块小小的呢 看到吗 在哪里 你放哪里去了 就在这边这个角落的 背面的 金子都给你的搞掉了 没看到 不是真金吧 盒里面会有金吗 有啊 盒里面怎么有金呢 就是含量多不多而已吧 但是按照这样子 洗出来有那么多的 应该是金主的 其实我也有金山云山的 你有金金 神经病里面有 你现在有神经病 你看这条盒 就在我们旁边这里 如果真的是金子的话 真的 金山云山的 你就不说这个 这个水井 就在我们院子里面 还一开始 这是金子来的 真的是 不懂 确实蛮多的 要不你 你怎么提脸 这个怎么提脸 我不懂 我不懂 再大哥看一下 大家大哥过来看 大哥也还不是不懂金子 是不是 再大哥看一下 就看朋友们有没有人懂的 大哥还是过一个 你问你一个喂牛的 跟你一个是不是中国的 是不是金子 这有点搞笑 网友们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 看得到吗 拍得出来了没有 拍得出来 不是很清楚 它是比较细 细小 很闪的 像金粉的那种 金箔粉的那种 像金箔粉的那种 但捏它 他又不睡的 好 所以这包先留着 大哥 我发现有金子 你过来 过来给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是不是 有金子不用做事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 忘了都是 你看这个纸 这个上面细散了 是不是 就是那个洗脸纸上面细散的 是不是 哪里 这个是 是可以脱进的 是沙子里面过滤出来 洗衣机过滤出来的 那么脏吗 这个不是 这里 这是金子 不是脏 这个反光 你看金色的东西 是有底 是不是 是 看着去淘金 那水井里面 去淘金 那怎么弄 这个怎么弄 像哪个国家 灭碟是哪里 他不是搞个 搞个到水里面去淘 淘到淘起来 那个水井很深的 那是哪个国家 是不是金子 有点像 肯定淘金 就是这样 不做事了 开个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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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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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光的都是 说呢 是不是 一个不懂的人 问你一个会矿 或者养 养牛的人 是不是金子 搞笑 大哥 到底是不是 反正发光了 我都感觉都是 只要发光的 是不是 我觉得发光的 都是金子 昨天晾好那个辣椒 昨天先装到这个瓶子 不能用那个装 去买个玻璃瓜 下午再倒出来 没有水了 晾过了 外面有水 你说那个沙子 会不会真的有金 你问大哥 大哥是这里冷的 你们俩说 那是不是蒸鸡 我们早餐进来吃饺子了 好香啊 他调的那个料好香 吃料就得了 只能吃饺子 还要吃饺子 就是很奇怪啊 那为什么是金散散的呢 过滤出来 那你之前洗那么久都没进了 他这个是过滤网 之前没有洗 你知道过滤网吗 总是堵 他知道啊 每次都是这样子 他就洗掉了 就是那个洗衣机 总是堵